北约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前夕俄罗斯8号 对乌克兰发动数月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多个城市受袭 造成至少41人死亡 超过160人受伤 首都基辅的全国最大儿童医院受到严重破坏 但是俄方否认袭击乌方的民用设施 反指医院是被乌军发射的导弹击中 在基辅 乌克兰最大的儿童医院被导弹击中 遭严重破坏 医院内一座两层高的建筑物被炸毁 救援人员在瓦铃堆中搜寻生还者 乌国家安全局掌握证据证明医院是被俄军 KH-101巡航导弹直接击中 乌克兰官员表示 俄军8号向基辅以及乌克兰南部和东部5个城市 发射超过40枚不同型号导弹 其中约30枚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 数十人被炸死 包括儿童 百多人受伤 是四个月来最猛烈的轰炸 俄国防部发声明 否认发射导弹袭击医院等乌方民用设施 而是用高精度远程武器 打击乌方军工设施和航空基地 行动是回应乌方企度破坏 俄方能源和经济设施 俄方又反指 是乌方发射的防空导弹坠落 导致民用设施受破坏 并质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北约峰会前夕 试图利用这场悲剧进行宣传 目的是筹措更多军援 确保战争继续打下去 联合国人权监察团表示 根据其分析级评估 儿童医院很可能是遭到直接打击 而不是因为武器系统被拦截而受损 与此同时 俄罗斯多地也遭到乌军无人机攻击 有民众拍到 无人机朝着起火的油库移动 随后传出爆炸声 福尔加格勒州州长表示 无无人机对当地发动攻击 造成顿河畔卡拉奇的油库和编电站发生火灾 油库发生大火 猫出滚滚浓烟 比尔哥罗德州州长表示 乌克兰过去一日向当地发动袭击 造成至少4人死亡 20人受伤 俄国防部表示 乌克兰出动无人机向俄罗斯边境地区发动袭击 俄军在比尔哥罗德州 罗斯托夫州等5个地区 共摧毁38架无防无人机 早前因乌无人机袭击而关闭的 阿斯特拉汗机场和福尔加格勒机场 以恢复航班升降 另据俄国防部通报 俄军行动再取得进展 控制了乌克兰东部的亚斯诺布罗迪夫卡 乌军单日损失超过2000名军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